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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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在學生時期 東海大學音樂系跟李正森老師 學古典吉他的時候 他會提起有一位周總理老師 他是從西班牙游學回來 跟隨這位郭寶盛大師 後來在前年的時候 李老師在遊說周老師說 你的技術這麼好 不如讓他在台灣流傳下來吧 周老師就在前年的時候 開了一個手工或吉他的事情 我們在做吉他的時候 會挑選木頭 大家學木頭會看他的指紋跟橫紋 要證明他一面再一道 指紋越密 越平均 那這把吉他就越好 那所以每次拿到這樣子 一個很好的木頭的時候 心裡可以搞自己 這一塊 就是要做一個很高級的吉他 工廠製作的樂器 比較像是把木頭切成一樣的形狀 然後我組裝 但是我今天是手工製作這個樂器 我可以根據這個木頭的特性 還有他的振動原理 在每一塊板子上 做出要厚薄的變化 那組裝起來的聲音就不夠做牌的好 樂器的製作 他所需要的精準度 然後用一個面加劇啊 或者裝潢 還有那個線 因為他在結合的時候 他平均是完全沒有縫隙的 我們常常說 一句話一個動作 就是磨刀 把刀子磨好 我們常常說 把這個側板 彎著你它的弧度 把這個面板 拋著你它的弧度 這樣子一句話 就是你整年的時間 可是我現在摸一塊板子 那目標是把我摸到平整 如果今天 有一個小凹洞 被我們先挖到了 那我就要把剩下 百分之99點的所有部位 全部都凹洞一樣 所以 如果真的說 做吉他哪裡最難 你怎麼覺得是擔心呢 在周老師的資助支持 我親手做的一把手工吉他 或者是台灣手工吉他 他使過的一把其他的價位 大概是落在9萬塊左右 那跟工廠合作的這樣子的音樂器呢 可以把這樣的聲音呢 透過音樂的技術 這樣功能量長 把好聲音變成 可以讓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價位 我覺得做吉他這件事情 是個人的生命對於美麗的追求 生命的追求不外乎就是真善美 就是對於知識 對於真理 對於外在的物 的探討 那善就是人跟人之間 人的意美 那當我完成了真 完成於善 那之後 我在關照我自己的生命的時候 那對於每一個追求 還是我對於做吉他 這個事情 內心的期望 請再多多點 請多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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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